另外呢要带你来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本周呢在这个夏季到来 所以呢这个蔚蓝北海岸即将进入旅游旺季 本周开始呢这个观光局推动旅游安全周 而北关处呢针对北海岸风景区的景点六处厕所 增加了定时巡查的反偷拍侦测服务 让旅客来到北海岸旅游如厕更加安心 本周开始是观光局推动的旅游安全周 为了要让旅游变得更加安全 交通部观光局北关处先行针对北海岸三支石门 与金山等观光景点厕所进行反偷拍的侦测 共有六处厕所增设的反偷拍侦测的服务 定时巡检进行反侦口反偷拍的侦测 借此要让游客来到北海岸旅游如厕 更安心也更安全 然后如果他在里面挑低一点他还叫的话 可能就是代表有针孔在里面 那越害怕就是可能会有失误还有另一种的侦测方式 是红外线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 那红外线的原理是 红外线的原理就是你把这一颗按下去之后 他就会把红外线放出去 然后你可以看那里的光点现在很明显的是比较分散的 但是如果他在某一个点他如果出现一点比较集中的光点的话 可能就代表那边有针孔 偷拍仪器设备通常体积较小不易被察觉 透过侦测仪的无线电波感应功能 侦测是不是有镜头存在 或是透过侦测仪器的红外线功能投射 若是红外线光束 投诉到的地方光线呈现光云状态 就是没有针孔摄影机 若是有摄影镜头 红外线的光束将会呈现一个红色光点 为了让来北海的游客能够安全跟安心 我们除了这个公厕外呢 有加装监视器以外 我们另外从这一周开始旅游安全周 我们有这个反偷拍的侦测开始实施了 所以来到北海岸呢 我们就会指派同仁呢 定期去到各个我们的公厕 去做反偷拍的侦测 那我们来北海岸的游客呢 可以安心的如厕 这是我们的目标 别关注表示旅游旺季即将到来 目前针对辖区内的三支石门 以及金山 东角湾 白沙湾等观光景点 六厨厕所 增设反偷拍侦测系统服务 未来也将阔及观音山 及基隆和平岛 期待借由厕所反偷拍的侦测 也要让游客外出旅游安心如厕 也要快乐出游平安回家 记得到北海岸最后报道